就像童话的晴天 轻轻的再看一眼 只有你 又温暖的夜 还说到你 谁的蜜蜜 到下一排 你们会想着当队长 我不想当队长 队长到底谁想要吗 想谁啊 我当过了 我也当过了 你想不想当队长 小旭 那我吧 可以啊 那你们写想当中心位 你们拜託吧 完了 我刚刚举手的事情 有一股心 所以有这样来 实话是说是需要那个 快速稳定的吗 而小练合适吗 是吗 对不对 是吗 话是这么说 但是我还是想适 好 你就发表一下 你想对这个中心位的一个 理解还有你想要怎么样来完成这个中心位 让他们三个来选 是不是 中心位是不是 是不是就是 除了那一句还要 舞蹈的时候还要在中间 你要在中间站着跳舞啊 只要是合的地方 中心位站中间 就是我觉得 就是我觉得 我不能一直默默握一下去 之前一直是不自信的 然后 然后有很多自己 很多想要东西自己都不敢去争取 就是我真的不敢在众人面前说话 那次数据发表是我拿话筒 你嘴最近 既然来参加这个节目 就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我就需要获得出去变得更自信 所以 不管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我觉得我应该有这份勇气去 争这个中心 就是不管 不管我能不能争着 起码我有争一次 虽然我在 就是这个实力全数是有的 但是 但是表达又没有错 对对对这个确实的 你至少学会了表达 我为什么想到中心位 原因是因为 首先我很喜欢这首歌 自己想要就是站在舞台中间 我真的还蛮想 就是真实中心位 因为自己其实一直是比较佛系的 你没看得出来 但解脱我当了队长之后 其实觉得 有野心并不会让别人觉得 你这个人好像很难相处 或者怎么样 所以可能你也觉得 好像 没有那股拼近 你知道吗 你的眼神跟他们的眼神是不一样的 就是 就是作为一个过来人 就是我觉得你应该更加的 比之前还要更加的 多多多投入 或者是你多是想要一些东西 让我们看对这个东西的渴望 现在但是 觉得自己要找回那股瓶颈 想要把这个中心位做好 极度的坦诚就是无坚不垂 想要好好搞事业 要投票吗 投吧 投吧 砸一下头 三二一 好 我之前跟你不是在西门吗 就那时候他都只是在那边很小声跟我讲说 想要这个 对 所以声音再更大 他现在已经可以直接跟你讲我要真这个了 你跟我其实有点像我是属于那种 真真的是博系 但只不过是因为时间的时间的关系 时间关系就 好啦谢谢 可以 而且你也看看我这个中心位是怎么做的 之后你下一组的话你就可以 好好学一下 对啊 你可以学习一下 对啊 对啊 你会突然笑 确实是不过确实有点凡手赛 我们颁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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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会分立的 好 加油 相敬白老师